全民运动会龙舟竞赛项目10月17到22将在花莲的旅团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龙舟好手将齐聚在此 为了让赛事可以顺利举办 全民运动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 9月30号晚间来到旅团的商圈进行了协调 希望可以减少对游艇业者的影响 全民运动会龙舟竞赛的项目将在旅团东侧 设置长500米宽50米的竞赛水道 为了让赛事能够顺利的举行 筹备委员会办公室9月30号晚间 是来到鲤鱼潭商圈协会进行协调 水域的使用范围以及游艇业者注意事项 那原本当时却担心 一般我们换用在办理300米的竞赛的时候 已经造成大家的些许困难 那这次拉长到500公尺 势必对大家在做生意向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那天在会判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想出办法 看怎样能够把对大家的影响能够降到最少 商圈学协会理事长林明哲也表示 在竞赛期间希望游艇业者能够自律 经过竞赛水道时能够放慢速度 避免水波影响竞赛 这个比赛其实是短暂的几天嘛 那我们做生意是长年一年在做 那所以这几天呢 可能就是会回覽到大家的船的业者 那船的业者我是希望说 今天来协调 看他们 他们在执行比赛的时候 是8点一直到晚上6点 对 没有夜间赛 没有夜间赛 与你做生意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说他我们是希望他做一个 有一个区域性的那个维护网 以前我们的船 这个比赛300米旁边就围起来 做一个区域的管制 那这个部分我有请船的业者 大家都来 跟你说就这个事情跟他们互相沟通一下 旅游潭商圈协会强调 希望承包商能够呼吁参赛选手以及教练 比赛完后可将垃圾带走不落地 共同来维护鲤潭干净的环境 记者林杰寿峰采访报道